食品局在巴西站班让批发中心 分阶段实施访客管理系统 至今已经有近80%的租户和员工注册 当局今天下午再度试行这套系统 并收集更多的反馈并做出调整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这是食品局自3月在巴西班让批发中心 推行访客管理措施以来 第二次强制要求员工和租户 在下午3点到5点之间登记和扫描进出 据观察大部分人员已经登记 因此只需扫描身份证就能进入批发中心 过程相当顺畅 虽然目前公众进入批发中心无需登记 不过现场仍有食品局人员 教导前来办货的公众使用新系统 并鼓励他们登记 至于开车进来的人 现场会有工作人员指示他们把车停靠在一旁 然后使用手机进行登记 不需要再特地下车走到入口处扫描身份证 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浪费时间 也不会那么严重吧 因为蛮快的吧 以前疫情期间也蛮快的 我说我进来 我坐公司车 拉到以后就是每两轮车 要接 进来要接 出去要接 麻烦一定有的嘛 我觉得有必要啦 哎呀 我们老人家来讲这个麻烦 有好事也是有麻烦的 他们说要安全了 有什么事情发生容易了 食品局还未公布 什么时候会全面推行访客管理措施 食品局说这一轮的测试活动 将帮助他们检讨和完善这套系统 当局将继续同批发中心的租户和员工 保持紧密合作 另外 越狼与港已在今年9月落实类似的系统 并为租户和访客带来便利